有關於在混打的時候 我們大概有規劃了一到三類 不過因為疫苗整體的供貨 跟整體的一個平衡 那我們還是先開放COVID-19專責醫療院所 專責醫院 專責醫療院所的第一線的醫護工作人員 第一劑AZ疫苗接種超過10週以上 第二劑想要接種Moderna的疫苗 現在大概符合這樣的資格 我們大概在名冊裡面 大概有3萬3千人 我們下週會依接種人數的需求 那播配疫苗到各個專責醫院 那請各專責醫院配合相關的作業 我們下週會給大家看 吉他美教育 觀點 基本上 這裡 如果有醫護人員還沒有打第二劑,還是應該是悠閒的啦 因為醫護人員還是守在第一線 從我們目前得到的訊息 我們看起來這些人是不容易等到疫苗啦 因為疫苗越來越搶手 然後供應又有點緊張 所以再下一劑要等到R內疫苗的機會 其實是看起來不是很樂觀啦 所以到底要不要等自己要判斷 先打中是有什麼先打什麼是目前可以考慮的 他其實是疫苗不夠,所以只能夠先開放給醫護人員 而且事實上醫護人員其實就我們經驗 很多人確實在等待問答 疫苗是不夠多的啦 就打在那個島口上啦 所以才會說 其實下禮拜開始就是醫護人員就可以混打 所以打不到疫苗的話 有什麼疫苗就打什麼疫苗 所以沒得選啦 那一定要罰就是要選高分啦